能不能转三面数 整天拿去那波奖金 最后只会像你把牙一无事 做摄影师是我的梦想 不是被你每天见他的东西 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呢 哎 别这样吧 你妈只是想你花多一些时间在学习上罢了 你不懂 她根本就是看不起我 认定我不会成功 用心现实吧 不容许你成功的不是 你妈 而是你的身体 爸 你在看什么 你看 这个是你小时候 在游乐场上 我长大后也要当像爸爸一样 优秀的摄影师 你们在聊什么 我们在聊摄影 儿子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 别把心思放在这种无聊的东西上 你现在应该专心读书 还有 爸爸你给我出来一下 哥 想不想一起拍照 滚开 我才不想跟你这种人聊天 别以为你是医生就看不起人 自以为是 起码我可以赚钱啊 你现在乖乖读书 未来就可以和我一样出人头地 想想看你现在的摄影能有什么非凡的成就呢 别小看我 终于有一天我会超越你的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把你还没出息的东西分享给你儿子 什么没出息的东西啊 就是我的兴趣 我的工作 我的梦想啊 你看看你啊 你的工资够养我们吗 你再不换工作 我们就离婚 离就离吧 你刚做什么了 没 没什么啊 我都看到了儿子 别再说白云梦了 你天生色吗 只能看到黑白 做摄影师根本是天荒夜谭 难道你不知道黑白摄影吗 我要吧 希望被人拥抱 财亨尽 必输的戀外怨怂 条文动你 一早参加已知到 几番床外有 小朋友为什么这么伤心 哎 家人不支持我的梦想 认为读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看你拿着相机 是不是想当一个摄影师 他们觉得摄影师赚不到多少钱 加上我天生眼睛有色盲 拍出来的照片不会好看 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 勇敢地追逐你的梦想 但他们好像说的很有道理 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相片 去让更多人认识香港的美国 谢谢您 我好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加油小朋友 我相信你可以的 其实啊 我小时候也有很多梦想 但都是三分钟热度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遗憾了 记住不要轻易放弃你的梦想 你的人生路是你自己决定的 一定要建议 你还在坚持吗 过去年你参加了这么多的摄影比赛 有浪漫你是赢的 你说你摄影的目标是 像双眼大战 但是现在没有人注意你的照片 那你摄影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相信努力的人总有一天会成功 我不会轻易放 其实为什么我会输呢 难道真是我的色盲影响了我 我知道了 我太常借鉴别人拍摄的方式 忽略了自己的想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看看我文凭试的成绩 哇 儿子 考得真好耶 那你大学想读什么科目呢 我想读创意媒体 课上机球 做个著名的摄影 不是吧 儿子 你考得那么好 读得那么辛苦 这样想读创意媒体这种科目 这也太浪费了吧 您好 我想问一问你是 我是 对 是的 我 好 谢谢您 英国一家公司看到我比赛时拍摄的照片 现在邀请我去他们那里当实习生 儿子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反对你的爱好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你的摄影的兴趣和决心 既然你这么的努力 这么坚持 那你接下来的路 也由你自己来决定吧 记得 是你自己决定的 就不能反悔了 尽管又有什么困难 都要建议的撑下去 谢谢你们 我要追逐我的梦想 免得以后留下遗憾 我会让你来决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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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